Hello,大家好,我是女保表张美丽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位神秘嘉宾 有请我们的王之亮老师 老师,你好 老师,你好,我是女保表张美丽 认识你,经常看你的节目 你经常看过我视频吗? 对,看过 我的荣幸,也就要您大名 我采访您几个问题可以吗? 好 第一个问题,您觉得女性打得过男性吗? 关键就是看谁给谁打的 一般的女人打不过男人 但是,所谓你那么优秀 好多男人还真打不过你 是吧,您觉得您打得过我吗? 我,咱俩打的话 因为你不占优势 我是说话谁说 你技术技术的确比我全面 但是我站着让你失败打的都没事 真的吗? 真的 那咱俩找个时间 咱俩我向您请教请教,可以吗? OK,可以 好的,谢谢老师 大家期待我跟王志亮老师的切磋 我们一定接受 哈喽,大家好 我是女保镖张美丽 摄影老师给一个镜头 这位是咱们搏击界的大咖 雷雷老师 走,我们过去采访一下他 顺便看他接不接受我的挑战 雷雷老师 你好 你好,你好 我是李保镖张美丽 看过你的视频 你好,很荣幸 久仰您大名 您客气 您这方便我采访您几个问题吗? 坐下聊 好的 第一个问题 网友都说您在练现代搏击 您觉得传统武术是打不过现代搏击吗? 不是,是这样啊 我看过你的视频 采访过林丹老师 你认为我们戴上拳击手套 就是现代搏击吗? 是不是我们的中国人的思想 中国人的文化 中国人对体力能力的认识 只要一戴上拳击手套 一打沙袋 就变成了现代搏击 那您觉得您 就是您觉得您打得过我吗? 我觉得在中国的文化里啊 好难不跟女斗 那就是纯粹的技术交流 纯粹的技术交流 没有什么技术可以交流的 跟女性叫瘦瘦不侵 我觉得那些跟 像你那些粉丝里面 像你那些装着自己不会练 然后过来把这个女孩子打一顿的人 都没什么太大出息 明白 那就是有机会我能向您请教请教吗? 请教文化上可以 咱们有时间可以放下来 把我们对武术 乃至对中国文化的思想聊一下 但是打这方面肢体动作免了 打这方面肢体动作免了 请教文化上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